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升幅在一个星期内已经超过了1.7% 恒生指数呢 在今天早上是轻微的低开5点 后来的升幅就框大 最多是升了144点 高见23306点的高位 是穿了10个月以来的新高 全日是升了104.3港元 收市报23226港元 那么今天表现最好的个股呢 就是长河 因为受到了欧盟已经批准的长河 跟旗下在意大利电讯公司的业务和平的消息 今天长河呢 是升幅是超过了3% 收市报102.8港元的 那么这个星期呢 上岸股市表现整体来说算是不错 我们今天也是邀请到平安证券的市场部经理 可以可以来跟我们聊一下 就是你觉得就是过去一个星期表现不错 就是有什么因素是在推动着这个股市的这个向上发展呢 其实如果我们看的话 我们看到恒生指数的这个大中小型股票 它的表现都其实都做得不错 其中它的恒生这个大型股市做得比较好 那它在行业方面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它进出口的行业 它的这个煤炭 这个基本上整个金融行业 包括这个银行保险等等 还有这个药品 还有这个软饮料等等 它的行业都做得十分不错 所以就带动着它这个恒生指数的上升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澳门这个博彩的这个监察协调局 在公报这个8月份的这个博彩收入 就说了这个它的博彩收入就同比上升了1.1% 1.1% 对 它的环比也上升了6%左右 那它连续26个月的这个下跌的这个趋势 就终于就停止了 那整整体的波彩业的股份也上升了 大约两个点左右 那么其实就是一些行业已经现在的表现度比较不错 这波彩业这种就已经过了它最坏的时间这样讲吧 对 那么如果在一些表现现在你觉得前例比较好的股票里面 你会推荐就是注意哪个股票呢 我个人来看的话 因为现在一个比较大的趋势也是这个科也是科技还有环保这个 那在这方面我们中国有一家跟美国的Tesla 它是一个竞争的对手 叫比亚迪 它的这个号码是1211 1211 那它的仙价现在应该是53.7块左右 那在2016年以来它已经上升了超过20个百分点了 那去年的这个时候它同比也上升了76个百分点了 现在市值大约是1260亿左右 那它的比亚迪1211 它的主要业务就是电动汽车的这个研发生产还有销售 那它的它现在在的行业它的基本面都十分不错 还有因为它和这个环保还有科技这个大的趋势是有一个优势在里面 所以应该会带动它的股价去上升的 那我们看它的行业方面的话 它现在有做的是销售这个电动车 公共的这个电动车 还有这个电动的大把 那它在中国是十分有关系的了 那今年它的电动车业务也是真正热上 我们可以看到在2016年的这个上半年 比亚迪集团的这个各种的电动车型 在中国就持续这个日销 那它的这个SUV的型号 是在中国新能源汽车排行榜里 它在里面是这个销量的冠军 那它另外一个型号 还有E6是在新能源期 在这个榜里面也是前五名以内的 那它刚刚在四月也公布了它的新车型源 它这个车型就性能会更加好 所以我们预期它在市场上会受到欢迎 那在电动公交上的话 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出租车型号 还有它的电动大把型号 它已经累积分别就行驶了 这个3.91公里 还有1.21公里 那它在集团在2016年的上半年 它接到了这个电动公交车的订单 已经超过了8000辆 那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的电动公交车的订单了 明白 在海外市场方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比亚迪 他也十分积极地去开拓这个海外的市场 他今年和美国的加州 还有加拿大 还有印尼 就分别签了不同的订单和合作的备忙录 那它现在的汽车 已经遍布差不多48个国家了 对 在它这个电动车的周边业务方面 它也在发展这个融资服务 就围绕它的这个汽车的业务 它在2016年的上半年里面 分别为2万台车 就提供了这个融资服务 放贷大约是14亿左右 那我们也可以预期它会继续发展这个业务 对 其实你刚才提到 其实这个比亚迪这个公司 它是有帮就是在中国里面是做这个公交车 还有那个就是出租车这类型的业务的 那么就是说它的业务是非常受到就是内地政府支持 是 是这样 那它应该它的业务就是在国内如果受到就是这方面的支持的话 它的业务应该是 对对对 可以不停不停的增长 是的 是的 对我们也可以看到 嗯 它在这个2016年的这个半年度的这个业的业务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收入 嗯 在上半年现在是437 嗯 那跟去年的上半年相比的话 嗯 是上升了44个百分点 嗯 非常多 而它的这个旗内的这个盈利的话 也上升了差不多三 差不多三倍 嗯 那从年度收益来看的话 嗯 它2015年的这个12月底 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年度的盈利就升了差不多四十个八千左右 嗯 明白 对 那我也知道其实比亚迪不光是做那个汽车的 它另外还有那个电子公司是吧 你觉得那个它的那个电子公司比亚迪电子是也是值得关注吗 对我个人来看的话 比亚迪电子就是 是285是吧 对 它 我觉得它未来也是应该值得去关注的 嗯 对 嗯 虽然它现在的股价已经上升了 嗯 45个百分点了 在 在今年 嗯 但是它在的业务 嗯 还有 它 背后 这个母公司的这个支 的支持下 呃 我们投资者也是可以去多加留意的 在地位去吸纳 这样 好明白 那谢谢呃 你就是提供的意见 那 可以申布一下就以上我们提过的股票 你是持有他们的股份的吗 没有 没有好 谢谢你 那呃 欢迎就是就是谢谢收看今天的每周一股下个星期我们再见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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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